陸軍兵診中心以及軍備局的 209 場 肩負著國軍許多裝備和車輛的研發 修制 是重要的後勤單位 今天我們看到 CM34 雲豹八甲車的生產線 也從簡報中了解它的設計理念跟特色 不僅符合臺灣公路密度高的交通型態 也有優異的射水 越野 打擊及裝甲防護的效能 面對敵青的威脅 臺灣必須持續提升國防自主 雲豹甲車從規劃設計到量產 由軍備局整合了生產製造中心各廠 中科院以及民間產學各界的合力完成 這就是我們臺灣國防自主能力的最佳展現 也讓國軍戰力更加提升 更符合新一代的作戰需求 我聽說在209場內的同仁們 有不少是親屬的關係 有夫妻黨 父子黨 婦女黨 兄弟黨 或者是姐妹黨 為國軍戰力貢獻付出 讓我們國軍弟兄姐妹們 都能夠在最好 最安全的甲車上 執行任務捍衛我們的國家 在這裡 我不只是看到我們同仁們 認真專業的表現 更看到大家充滿相信力 以及對於國軍的高度的認同感 當社會大眾對國軍的表現 越來越肯定的時候 我相信就會有更多的年輕人 願意投身軍旅 一起加入保家衛國的行列 擁有堅實的國防實力 台灣才能擁有真正的和平 而國防自主正是其中重要的關鍵 各位始終秉持品質就是至尊 品質就是道德的職人信念 不僅為國軍打造更加現代化的戰力 也展現台灣不斷提升的國防自主能量 有同仁說 看到一輛假車從無到有 載到撥交給部隊 並實際參與演訓 過程雖然辛苦 但始終感到無比的光榮 我要說我和全體的台灣人民 不僅同感榮耀 更對台灣的國防力量有信心 各位都是捍衛國家安全的幕後工程 我要謝謝大家辛苦的付出 讓我們繼續全力以赴 為中華民國國軍的戰力一起加入 謝謝大家 謝謝